今天我們會講香港Attraction 早上陳老師 早上 我差點剛才找不到你 我差點跳了那個出來 其實他們正在做甚麼 其實我們有星期二和星期四 有英文組讀 我們訓練了一班學生閱讀大使 進入所有初中班房 即高年級 是的 其實都有中二同學 也有閱讀大使 他們會進入中一至中三的班房 會教小朋友去讀一些篇章 剛才已經整個老師 找人答我 這個就是甚麼 所以我差點找錯人 我覺得這件事不錯 可以交流 是 每一個班都會有 是 給中一、中二 是 其實這個計劃 我們先在所有初中 即中一至中三 推行 我們高中就會做一個英文組讀 他們就會自己去閱讀 自己選擇的圖書 即其他班高級的 就是自己來 對 中一的可能有中二、中三的幫忙 對 沒錯 你好 Daisy 偉朗 你好 我看到剛才你們帶著師弟 讀書 是嗎 是 你覺得怎樣 最初會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始終都不是最厲害的科 又不是英文 又不是特別好 但是之後就做關、做熟 之後還有老師的幫忙 他們教我們怎樣做 那就好些了 Daisy呢 我最初都怕讀錯 不過呢 我們去到後面 都讀習慣了 所以就沒有那麼緊張 嗯 我看到你剛才好像整個老師一樣 是的 已經很熟練了 找人回答我 麻煩 這裡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 這樣 有沒有想像過自己 扮演老師這個角色 其實我理想的職業 就是真的做老師 剛好 黃副校有這個program 我就參加了 他又給我機會 老師他們經常開一些workshop 給我們 教我們怎樣去做 怎樣演繹 所以就 因為他們我才可以有版有版 有個老師feel出來了 是的 Daisy呢 你有沒有興趣做老師 其實我有點興趣 不過我的理想職業 就不是老師 不過其實我也是要感謝 Mr.Hung和Mr.Chan 他們倆都是在旁邊 不停教我們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嗯 嗯 OK 那你們覺得 在這個 早課 閱讀課 有甚麼可以幫助你們 其實我們要站出來這一刻 真的很難 因為始終在一大一堆同學面前 說話 也有點壓力 但是 如果 其實因為這個機會 其實如果我站出來 可能會這樣 不是 即是 即是 很多人都避過 一些文章 我都不知道 即是你都會做總部的 會避過 或者自己試一次試一次 那對著鏡子 或者在家裡 Lady媽媽試一下 你真的會 有些朋友坐在這裡 看我做 嗯 都要很多準備好 對 嗯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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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